好來那我們針對這一次作業 那同學有問題的地方我們就開始來寫囉 好那一題一題來 首先58頁 58頁這一題第二題 那這一題呢它題目說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喔 它說 右圖唯一物件的立體圖 下圖為此物件的三式圖 但圖中少了一些線條 請將遺漏的線條補畫上去 好那這邊跟我們課本的202頁有關係 那還記得我說過 202頁左下方是三式圖 就是一個物體它有六個面 那六個面呢我們在講畫工程圖的時候 我們會盡量讓圖面看起來比較簡單 所以呢我們就會用三式圖的方式 然後來進行描繪 那三式圖呢很重要一點就是它的虛線 它的虛線呢代表是我們看不到的線 但是它確實有那個地方可能有物件可能有折痕 好出現在那邊 所以我們就會用虛線來代替 OK 好那所以呢 這邊我們要注意的是 這兩條線 這兩條線呢對應的是上式圖這邊 好 所以這邊會有兩條線畫過來 而且是實線 好那所以我們這邊我們就把它畫上去 OK 兩條線畫好了 那接下來呢 剛剛講說虛線嘛 這裡 這裡有個凹槽 所以它連接過去 這邊應該會有兩條虛線 所以在這個地方 和這個地方 各會有一條虛線 好那我們就把它完成 給他們 好 感谢观看 好,那所以这张图的这个部分我们就已经完成了 横的两条虚线,直的两条实线 OK吗?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到这张图 那因为它是三式图 所以呢,这边应该还有一条虚线 因为这个面哦,这个面 它就是从这边看过去的 OK 它从这个方向看过去 可以吗? 好,眼睛从这个地方看 所以呢,这边凹洞的地方 它看不到 所以我们这边要把它补上虚线 就是补在这个地方 OK吗? 好,好,来 那我们就 开始 那同学,老师建议你们 画的时候拿 尺来画 OK OK 好,那这个虚线完成啦 那接下来呢 这一格呢 这张图呢 它从哪里看 好,如果这边你已经会的话 你自己先画一下 OK吗? 那这一段影片你就可以先跳过 好,那看了你还不会 那没关系 这里哦,我们来看一下哦 这一张图的这个地方 是从这个方向看过去的 可以吗? 它这个方向看过去呢 这里 还有凹槽,对不对? 那凹槽呢 就会有虚线 所以这个虚线呢 你就对到这边 OK 好,那所以呢 我们就开始 好 OK 看到吗 这样这一体就完成了 下面 可以 好的 我们在解决中卡 我们有一点凹走的 比赛 每天就完成了 我们下车的 我们下车的